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做人是要有责任心的吗 你听见了 这个蛋糕是金海岸大酒店 董事长亲手给你做的 一定要把它吃完啊 这 老爸 我回来了 你 妈妈也在 贵仔啊 你看 今天是你妈生日 所以呢 好啊 一起过生日也好啊 来 我来吃蛋糕 一会儿吃完我送妈妈回家 贵仔啊 你妈不回去了 以后啊 她跟我们一起住 一起 不是 怎么不是嘛 贵仔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反对的话 你搬出去住 反对 我不反对啊 我为什么反对啊 你觉得我有权利反对吗 当年你们离婚的时候 都没问过我 我现在又来问过 拜拜 先走了 喂 对不起 我还是先走了 别别别 我去追她了 我去追她了 喂呀 打够没有啊 没有啊 还说约了人打球 鬼影都没一个 我说的是自己练球啊 是你没听清楚 原来是自己练球啊 你对你妈妈有意见啊 没有啊 那你刚才发脾气走人 我妈妈对我不知道有多好啊 一见到我的时候 就塞钱给我花 塞钱给你花 就算好啊 她对我挺好的 好啊 我妈妈 只是没时间陪我 所以塞钱给我花 这就是她对我好的 唯一表达方式 那挺好啊 你妈搬回来 要和你们一起住了 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好啊 现在我不是说我妈不好 我是担心老爸 你知道老爸这个人好傻的 经常被人骗 其实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她都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我觉得她过得挺开心的 现在妈妈突然回来了 好是好 但是谁又能保证 她不会再次离开呢 到那个时候 老爸真的会承受不了的 你老爸早就撑不住了 是你觉得他开心而已啊 你知不知道 他经常一个人看海的 你爸爸妈妈的事 你就不要管了 他们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了 现在开心就行了 万家辉 你已经很幸福的了 爸爸妈妈都还在 有心人哪 永远没这种机会了 好好珍惜吧 我还是不等了 阿明啊 你别走 我知道我是粗人一个 不会假话 所以你上一次走 我留不住你 可是这一次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让你走 因为我需要你 可是灰仔和妮妮 阿明 他们会明白的 我们回来喽 阿明 妈 你干什么 是吗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妈 不是说好要留下来的吗 再说有什么事 能比过生日更重要的 我从来就没有给你过过生日 难道你连这个机会也不给我 你真的想让我留下来 你真的想让我留下来 当然了 妈妈 我很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老爸年纪大了 他需要人照顾 如果你们两个走得近的话呢 那也方便了我尽孝道嘛 是不是 灰仔 妈妈答应你 我不会再对不起你们了 我会照顾你们的 嗯 这样就好了 老爸乖 妈妈乖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 万妮姐 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漂亮啊 我有风情啊你 你说免 今天是我妈妈生日 那怎么样 你说话要小心点 妮妮啊 阿明以后搬过来跟我们住 你可不许再欺负他了 哥 你可真有意思啊 首先是我根本就没有欺负过他 是他欺负你啊 我帮你出头而已啊 我今天本来开开心心的 你为什么要让我生气呢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绩 不过我真的会改的 哎呀我不知道了 这些改不改的以后才知道啊 你改也好啊不改也好啊 对我毫无意义毫无分别 总之嘞我今天很开心啊 我今天派脱了 哎不错又是你做的啊 我明天回酒店的了 这个是我最后杰作了 那一定要吃光汤 来我吹蜡烛 好了 来来来来 你吃蛋糕这块给我 来来来 小心啊小心来 好好好 小心啊 小心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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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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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個奢望 還有若無其事的假裝 天真 浪漫 依然牽涉勇敢 流言是非 當時般交得上 那個夜晚 無法能遺忘 正面對面聽你有話 愛不愛 今天只有我明白 該不該 少白哥 你不是說回來嗎 為什麼沒有音訊呢 我想過了 我回來等於給小優希望 假如到最後我們不能再起 帶給她的失望會更大 所以我選擇了讓自己靜一靜 這也對 可是小優的狀況還是不好 你多鼓勵她吧 對了 我跟浩天通電話了 知道最近發生了很多事 這裡有些資料 也許對你有用 你拿去看看 這是酒店經營的新方針來著 太好了 可是 這個資料很有用 可是明天的會議就在眼前 一個晚上我消化不了 不需要消化 你照毒就好了 只要鎮定 把這當作胸有成竹的事 一切都會迎刃而結呢 傳給她了嗎 傳了 不需要 我不明白 這件事 你為什麼自己不做 要我幫你做 你不了解欣怡的脾氣 假如我親自給她 她未必肯要 即使她要了 感激了 重新跟我在一起 那她和她舅舅怎麼辦 她是個周全的女孩 怎麼樣她都不會快樂的 與其她不快樂 倒不如我不快樂 或者還好一點 這一點你真的比我想 什麼都為她想 去西藏的時間定了嗎 還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心裡總是放不下 看看吧 也許不去兒 如果我是你 我就去找心仪 拉著她一起去西藏 這樣一來 說不定所有的事 都解決了 可惜我不是你 可惜心仪愛的 不是我 我會嗎 妳在哪兒呢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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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你好 喂 我回来了 马上召集各部门主管开会 老板 进来 老板 怎么 今天安排了什么节目啊 董事长回去工作了 他还在乎吗 大家都是亲戚 切肉不离皮 我相信 他已经了解老板您的苦心了 走吧 老板 还是去跟万小姐约会嘛 当然不是啦 去酒店上班 是 舅舅 你这几天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那你怎么还 你家的事业 你都不在乎了 我还在乎干什么 现在看来 你已经想通了 我当然不想 酒店经营有事的 还有 我们要把江家 剩下的股份 拿过来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啊 当然有这个必要 我们每年给他们红利 等于我们替他们打工 替仇人赚钱 我做不到 舅舅 究竟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想听你说啊 你别的问了 你刚回来 我不想跟你争论 这件事 以后再说 我说 三五阳 老 regulation 老 drums thrilled 私人丁子聪 你最好别出事啊 不然我做鬼都饶不了你 万经理好 你好 子聪你没事吧 我有什么事 那昨天我等你一天 你为什么不来啊 我太忙了 没时间 那你还约我吗 万小姐 现在是上班时间 我没时间听你说废话 这几天你宽宫的事 我就不追究了 请你马上回去工作 起来 上次你跟我说 我是你女朋友的事情 还算数吗 我这么说过吗 什么呀 你说如果你要是 反悔的话会变乌龟呢吗 那我又没有跟你说过 我小时候的绰号 就叫乌龟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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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浩天被冤枉的事 与你无关 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女孩 我想知道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我们两家人有这么多的仇恨呢 我只希望你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父母的事 这件事 埋在我心底很久了 是为了一个人才没说的 为了谁啊 二十多年前 有三个感情很好的男孩 他们一起从浙江的一个小地方来海南闯天下 他们彼此扶持 彼此照顾 终于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那就是现在的金海岸大酒店 我江永年 我朱鸿发 我沈万军 我们三个兄弟要同甘共苦 排出万难努力向上 一起把金海岸大酒店 变成全海南最好的酒店 耶 干杯 干杯 我和你父亲 还有朱鸿发创立了金海岸大酒店后 感情一直很好 直到有一个女人出现 她就是你的母亲 丁羽柔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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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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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柔 谁也不喜欢 居然喜欢上了我 我 怎么了 受伤了 没事 我被花刺到了 哦 鼓血了 来 去医老师看看吧 小心感染了 我在工作哦 不要紧 我叫你去 你去好了 嗯 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根本没有那个心 所以我就拼命地撮合羽柔万军 你觉得万军不好吗 你真的那么希望我嫁给万军哥 万军对你很好啊 我觉得你和他在一起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最起码他是真心对你的 其实我想 你误会了 我一直以来 都把你当做妹妹干 妹妹 就不愿意 那好吧 那我就嫁给她吧 来 来 来 真漂亮 谢谢 谢谢大家 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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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来 好 谢谢 一 二 大家过来 大家过来吧 过来啊 大家过来 大家一起合个影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永年哥 永年嫂 过来啊 来来来 好好好 来了 一起过来照照相 来 万钧 恭喜你啊 谢谢 嫂子 好 好 好 我们三个兄弟 有了这层隔膜 就因为这样 我们分道扬镳了 洪发 取了个有钱的千金 创立了洪发集团 而我和你爸爸 一直兢兢业业的 打理着金海安大酒店 你父亲 真的很棒 他很善于经营 虽然我是大股东 可酒店全部都是由他弄起来的 不久 因为我们彼此的隔膜 好 刚好 我在北京有点生意 我们就去家搬到了北京 我看见你爸爸把酒店做得那么好 我就把整个大酒店都交给他了 那么后来呢 后来 你父亲越做越好 他眼红你父亲的成就 害死了他 夺走金海安大酒店 我觉得你们的话题 有必要就此打住了 以免人为推脱罪责 而编造故事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世伯 我相信你说的话 多谢 我们有机会再谈你 再见 做贼先许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究竟你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呢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就让与前化成火焰 你在我脑海更像你的脸 却穿过身不再看我一眼 不再看我一眼 完美的爱情 找不到爱 爸爸 你刚出院没多久 怎么不多休息一下 看你这个样子 我哪里睡得着啊 我没事 你还质疑要去西藏 这次的事跟心意无关 我相信我不说你也知道 你只是想找个借口 发泄一下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只是很心痛 想给自己找一个不见她的理由而已 你真的能不见她吗 浩天哪 每个人都有遗憾的 有些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你经历那么多事 难道还想不开吗 还有啊 这种事 任何人毫无准备地遇到了 都会手足无措的 都会手足无措的 如果你是真心爱她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体谅她 多给她点时间 等她想通了 我相信她一定会来找你的 老千的缓绵 你空温 永远 缺那么远 你再往 倒还刻下你的脸 昊天 你一定要相信你爸爸 爸爸绝对没有做任何辱没你的事 这一点 我以一个父亲的秘义发誓 爸爸 我明白 早点休息 你是 又在想 九殿的事啊 万君哪 万君 他死了倒好 万君哪 万君 你死了倒是一了百了了 剩下我这个活着的 苦不堪言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呢 那不是你的错呀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真相太残酷了 对死去的人不好 而且 当年我对他太狠了 如果让他们两个知道这件事 我怕他们对他不尊重 难道 你忍心看这两个孩子 这么痛苦吗 好 好 反正 大道理你懂得比我多 我只知道 当一团马理不清的时候 一刀斩断最好 免得浪费时间 又让那么多人痛苦 不忍心 那我 你不是最好 我好像也没想到 你 找搞 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悠这几天都在天使之家吗 是啊 注意安全 那她的行为有没有什么反常 暂时还没有 但是她老是和孩子们混在一起 也不是个办法 时间长了 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压在心里太久 到时候爆发出来 一发而不可受伤 如果以后你们想唱歌的话 就一定要每天都像我这样来练习 明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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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摆了 下课跟我去玩了 走 去玩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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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就有点反常 亲爱的姐姐 你这么忙还约我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啊 你等一下啊 我马上就好了 说实话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的 所以你不必说了 就这样 拜拜 喂 小悠 小悠 还有 我真的没事了 正在自我修复当中 拜拜 小悠 买单 小悠 喂 快 师傅 麻烦你帮忙 跟上前面那辆车 请快点 喂 师傅 过了 过了 掉头 掉头 那辆车拐弯了 掉头 走 麻烦开快一点呢 哎呀 小姐 我已经够快的了 到底要去哪儿啊 跟上前面那辆车就行了 前面哪儿有车呀 为什么拐弯那辆车就不见了呢 哎呀 你直接告诉我 去哪儿就行了 师傅 麻烦你停一下 停一下 Prinzip Crush ase 3 5 5 5 3 5 6 5 5 9 他的力量 反不归真的 更让我们高声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醒沉睡的心 唤醒醉沉的心灵 你的佛像好漂亮 可不可以卖给我 我 你喜欢吗 佛像是不能卖的 只能送 这佛很有灵气 有求必应 你如果愿意要的话 帮我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怎么 怎么 你怕我为难你 我没有什么可求的 老爷爷 你刚才说 只要为你做一件事情 就能得到这佛像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怎么 你想试试 哦 你想帮别人拿 这袋子里装的是红豆种子 你把这里的台阶 每个给我种上一颗 种完了 我就把这尊玉佛送给你 你看怎么样啊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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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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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爷 我已经种完了 小伙子 知道这红豆代表什么吗 我知道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支 愿君多采邪 此无罪相思 是代表爱情的 所以呀 你播种了爱情 就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可是那些红豆 我就放在地上 因为那个地 我 我种不下去啊 可是你不是已经把它种在你的心坎里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计划书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这个佛像是从哪里来的呢 到底是谁帮我做了计划书 盖上了衣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散会之后在日本料理间 今天我请客 沈董 因为我们信任你 才把金海岸大酒店交给你 没想到你上手一个多月 营业额居然比江董在的时候还要差 这样下去 你让我们股东们喝西北风去吗 是啊 要没这么大的头 就别戴这么大的帽子 趁早退位让闲 也好给我们有口饭吃 前几天 你做分析报告还讲得头头是当 但是营业额意拿出来 就见不得人 这酒店经营可不是只动动嘴皮子 就能办成的呀 是啊 是啊 对不起各位 是我不好 沈董 你不必自责 这个月是酒店的淡季 生意不好是人之常情 假如在座的哪一位觉得吃了亏 我不介意买下各位的股份 怎么样 有谁想退国 有谁想退国 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 就散会吧 舅舅 我真的不合适当什么董事长 我连最起码的酒店经营知识 都没有 什么不合适 没有人生来就什么都会的 你好好学 舅舅对你有信心 啊 曾经以为会永恒 你对我有几分阵 我还在这里的 从天明等到黄昏 从天明等到黄昏 你对我有几分阵 我还在这里的 从天明等到黄昏 就算我哭啊 就算让我哭哀 也愁不后悔 太多的体会 苦涩的滋味 像你的夜天天 都无法入睡 曾经以为会永恒 结果却不可能 短暂的温存 是我最美的一生